藍白聯手擋下了2025的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觀眾朋友 到底誰在策劃這一場情勒大戲呢 220多億的軍公教加薪案 如果卡關的話 大家把手錦錦錦看喔 那都是在野黨在卡的 為了尋求解套 就在今天 卓奎跟韓國院長喝了一杯 溫暖的咖啡 但是等一下 現在為什麼居然連律委自家人 都要卓榮泰院長 請你拿出魄力讓人民看到 解決問題的能力 不要把任何問題都甩鍋給 51位的黨籍立委啊 韓國瑜現在很像是籃球礦 你知道嗎 大刀把球往他身上砸 你知道為什麼嗎 首先第一件事情 招委選舉 大家都忘記了 國防外交委員會裡面 其實國民黨不是多數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國民黨有韓國瑜 有江啟成 所以理論上來講 如果不是他們黨籍的人 因為今天是不是把 藍白河的標的招委 說我們放在國防外交嘛 林毅君嘛 那我請問一下 韓國瑜跟江啟成 需不需要去投票 他當然需要嘛 所以他如果真的是為了 去投票之後 他變成是誰要求要藍白河的 傅崑奇 就傅崑奇把江啟成也好 韓國瑜也好 是不是當籃球框 球就往下打 你不是投 你就不是藍白河 對不對 韓國瑜跟江啟成 去投黨籍沒問題啊 再第二件事情 黃珊珊那個時候 是不是講說 檢調如果現在要去調他 你知道經過誰統一嗎 也是韓國瑜 那你統不同意了啊 拍拍屁股就飛到美國去了 所以有把球丟到韓國瑜身上 結果現在民進黨 也要把球丟到韓國瑜身上說 韓國瑜啊 你要來幫我們喬啊 你是院長啊 對不對 賴清德一變 君令如山 對不對 結果民進黨沒有人來 然後沒關係 君令如山 結果卓東泰一個唱黑臉 一個唱白臉 卓東泰是一個白臉來的 你跟我喝咖啡啦 好溫暖的咖啡 好溫暖的回應 那請問一下 話都講出來了 我是不知道咖啡是涼的 熱的還是燙的 那總而言之 請問一下現在吳思耀也說 韓國瑜給了很正面的回應 對不對 先前對韓國瑜最有意見的 吳思耀都這樣講 那我請問一下 如果接下來 朝野持續杯葛 朝野持續對抗 那葬算在誰頭上 就算在韓國瑜頭上嘛 你已經答應我了 你已經答應我了 結果你說你要去遊說 GET GO為什麼還這樣在那裡 都是韓國瑜 不是 他的目的 韓國瑜有沒有答應他 我不知道 韓國瑜不太會直接答應他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原本我民進黨 對不對 如果被杯葛的話 可能兩邊都有壓力 但我現在把壓力轉到誰 轉到你韓國瑜 所以如果你國民黨再杯葛 那是韓國瑜要負責 我讓你們兩邊去鬥 所以是在策反什麼 窩裡反嘛 所以你看到 現在連民進黨的立委 都忍不住了 為什麼 因為不要忘了 還有一個黑臉 賴清德說什麼 你們每個都要給我到位 你們每個都要給我死民必搭 結果他們就說 在宴請的時候 有人就表明這個立委 我是不知道是誰 王世堅的可能性非常高 但王世堅可能會直接拒名 他說高層不應該把壓力 都丟給立委 為什麼 他說我們人就比較少 息事就比較弱 那怎麼辦 不對喔 等等 這位民進黨的立委 不是喔 不是只有賴清德 你知道還有誰也這樣講嗎 柯建民不是也這樣講嗎 你們總召不是也說 來啊來幹到底啊 來啊來輸贏啊 對不對 整天要跟人家嗆瞎嘛 所以說我跟你講 很多名將立委私下表達說 這個心聲文講 這也是在卸責 意思就是說 如果到時候事情 不如你願 如果到時候表決就是輸了 那也不要怪我 因為畢竟我們能力有限 我們的人數就這樣 但我憑心而論 如果是過去蔡英文期間 會有這個問題嗎 當然不是 這只凸顯出一件事情 現在在民進黨黨內 還是一堆人等著要見縫插針 就往賴清德身上扎 好 你現在講到了 這就是重點的 賴清德最新的下達動員令 或者是軍狀令 要求你們每一場大小會議 都要到 都要全勤 全程要參與 結果現在被打臉了嗎 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叫做官員的層次 總統已經下令了嘛 你們皮膚把我拼得這樣 對不對 結果郭智輝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講他了 一下簡訊 一下短訊 他還要說我兩次 我都請假 現在炒醉兄什麼話題 他不就電價嗎 大家不是一直在討論嗎 說即將要漲價了嗎 工業優點要漲價嗎 我昨天才報新聞 才剛講完耶 結果人根本連來都不來 那來都不來 誰來替這個議題辯護 誰來負責任 所以郭智輝顯然 我跟你講他可能真的快 差不多快下來 但你說好 官員我們不談 你可能會說郭智輝是小白兔 這些立委們都老江湖了吧 結果今天徐曉星又在報 說不對 四個部長請假 院會有五十一個人 結果民進黨立委才來幾個 二十一個人 三十個人都不見 賴總統都下令了 還太難看了 因為你知道嗎 外面他們都有立委這種簽到表 對不對 結果簽到表發現 空白一大堆 趕快把它收起來 不要被你看到 丟丟臉 賴清德昨天剛講完 那兩天剛講完 所以你搞什麼東西 但是你仔細看 現在民進黨也不是說 真的沒有動作 他們開始把壓力鍋 不斷的往外卸 比如說現在國民黨 是不是說你預算亂七八糟 裡面一大堆宣傳費 一些根本我不想要的東西 甚至福報費用 對不對 他都說好 那我們現在退回 退回的意思去講 可是說我老師 你教了一份功課 我把你功課亂寫 寒暑假作業 我把你退回去說不好意思 重寫一次寫好一點 請問一下這樣有沒有毛病 沒有 不行 對 結果你知道嗎 當他把它退回的時候 那個學生直接大喊說 老師不給我寫功課 老師不給我寫功課 我變這樣子 老師不給我考試 有這種道理嗎 所以他們說 把這個責任轉教說 你看 軍功課會很慘 221會變受災大戶 那我就這樣跟我就問 最後變這個預算 會不會下來 會下來 對 所以你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他是俠軍功課來請了 不是 只要跟國民黨有關的 他都拿去我會逼利誘 就說你看 國民黨現在杯葛預算 我們預算沒有 你們都拿不到錢 你們加不了心 都是國民黨害的 你們還支持他們 開始玩這一招 有沒有用我不知道 但是吳征也自己在講 你看民進黨發言的吳征 這一次每次他出來 我都會有點興奮 你知道嗎 因為他每次都出來放話 會講錯話是不是 對 他說 王惠美上週才要要預算 結果你看看 自家立委現在在杯葛 一下操作選民 一下操作地方首長 這上書大人曾基林 結果連台南 我們等一下龍介先自己來講 他們現在也在威威力 我們剛才是不是講完了選民 剛才講完了地方 他現在連我們講 2026選舉要到 都說你看 我們台南治水預算都被卡住了 淹水淹這麼嚴重 對啊 但我跟你講 光你被你的口水 就會淹死了 還要等到淹水 嚇死人了 好不好 結果你看龍介先我們等一下 自己來解釋 到底有沒有這一回事 在最後包括連柯正 你看躺街宋家 柯正在高雄深耕 也可以扯到他說 你看封殺總預算 你也有份 然後王軍整個出來洗版他 然後柯正就說 你們對預算根本不了解 我直接在這邊先跟各位講結論 第一 退回總預算不會讓總預算消失 第二 總預算民進黨向來 本來就要審查 第三 去講這些 現在今年即將要發生的事情 NO 為什麼 因為今年的總預算 去年就已經省完了 所以我們現在省的是明年 所以拜託各位 好不好 把事情搞清楚好嗎 呼叫謝龍介 別卡總預算 台南要治水 來 龍哥你怎麼看 這個 他們一直要逼我選市長 鎖定我 一個 對不對 這一票啊 全部都是支持林進線 然後他們在拱林進線的聲量 你知道喔 台南是今年度大概 明年度大概編了五百多億的治水 那姑且不論編了多少 就萬一今天是退回 就是說重整還不是刪除喔 也沒有刪掉 就算刪除了刪掉 就我們今天沒有通過 中央還是可以依照 預算法第五十四條 就是說你原本我已經同意你了 而且這些都有報中央核准的 台南市的 他依舊可以撥款給他 他還是可以撥給他 然後他們出來叫我就說 台南市你們執政三十二年 這三十二年 每一年都幾百億幾百億 給你治水 治了三十二年 就像清德兄講的 各位台南鄉親 過去三十年做不好 我穿得三年做好了 從今天開始我們台南市 不會再淹水囉 這是2015年 結果到現在變落後 還是每一半都贏 你們搞了三十年 用了那麼多錢 還繼續淹水 然後你今天跟我講說 我們把治水經費卡住了 第一沒有卡 第二 你沒有把治水做好 你拿什麼來嘴我 所以我說 讓我做四年看看嘛 我四年喔 如果我幹四年 沒有把台南市的治水搞好 你再來嘴我 我認了 我給你道歉 都可以啊 不是嘛 然後昨天講這個 今天下午 他們剛剛兩點多 又開了一個記者會 說這個老人的補助也沒了 老人的幫助你不用煩惱 農中有 一個就不會跑去 大家就念得對 你不要聽這個笑話 在那裡唸話 卓榮泰今天找了行政院長 找了立法院長 這叫做政班 民進黨的委員都講了 你搞了你變了將近三億了 三兆的預算 三兆耶 你怎麼會變成一個爭議的二十一億 法律已經通過的一個補助款 二十一億 然後你被整個三兆卡住 如果這個事情再繼續發酵了 再發酵下去 民進黨就會起來造反 就會覺得你卓榮泰能力不足 所以今天冠軍去找韓國喝咖啡啊 議長啊 我們兩個來喝一杯咖啡啊 撐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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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好嗎 那你就把作業改好 再給老師一變啊 所以這個就是很簡單嘛 在工坊世界 在野黨沒有拗完耶 瞧一下而已嘛 我們推的時候 民進黨有激烈起來反應嗎 沒有啊 人家說的有力 以前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你沒有編的 老農年紀什麼年紀 他現在就是說 他要掛中了嗎 怎麼可以讓在野黨提這個案呢 原住民雖然票不多 我們也要啊 這是行政院給的啊 沒有關係 你只要願意給 就是說全部都是民進黨給的 我也支持你 韋翰 你怎麼看 這個東西是這樣 大家都搞不清楚 為什麼一開始會卡在上禮拜五的那一個 禁發補償條例 我早上訪問了 21億的這一條 對 那就是很簡單嘛 因為從3萬變6萬 所以原本 每工勤補3萬 要花多少錢 多少錢 一年21億 現在每工勤補6萬 因為已經法定上會已經通過了吧 那要花多少錢 再21億 就42億嘛 對啊 這很簡單嘛 小學生都聽得懂嘛 那你要到42億 那你有沒有編42億的預算 沒有 可能是沒有嘛 那沒有的話 現在目前原民會在講說 不要擋啊 我們會發啊 怎麼發 就是從原住民的綜合發展基金裡面去支 你回去看 過往這7年 因為從有這個條例到現在 大概已經第7年了 確實都是一半的基金 一半的公務預算 公務基金28億 然後這個綜合基金剩10億 那28加10多少 38 那38有到我剛剛講的42億嗎 還差10億 所以即使你要拿基金來補 也不夠嘛 那所以很簡單啊 只要把這一個預算 增加這21億 這事情就結束了 就可以到院會 然後就復委了 但問題是行政院現在看起來 是半的 我這兩天就跟大家講嘛 賴清德總統就下令了就是 有沒有 三權 全程到 全情到 而且呢 要所有人都到對不對 那這樣的過程當中 今天的這個 今天不是禮拜五嗎 早上一看 網上有一個版本說 只有來20幾個 那個是陳玉珍的版本 我後來就問了民進黨團 今天來了40幾個 沒有權到 那我來問說 你為什麼沒有權到 結果我們其實有點誤會了 可能明天報紙就會寫了 他是說 賴清德主席要求 假動的時候三權 全員 全情 然後全程 不可以離開 但是今天有沒有假動 今天沒有假動 今天是已動 所以他們說 我們今天來四幾個就夠了 所以就不會發生 我們先前講的 一路到整個會期結束之前 民進黨 立委 大家都這樣 電視在那裡 他有假動的時候 全部都要到 今天像今天沒有假動 就不用都到 那就看韓國瑜院長跟總統太院長 他們兩個喝完咖啡 結果是怎麼樣的 顯然行政院的行政院長 總統太是辦白臉 賴清德總統 其實他的身分應該是黨主席 黨主席常常要求黨員 黨員的立委 他是辦黑臉 所以這邊的 這邊的 如果願意說 不然我們今天就用基金 編一編以後就好了 就過關了 那應該就沒事了 可是觀眾朋友這只是上半級 還有下半級 因為國民黨退回的理由有五個 其中一個是高金素媒委員的這個 另外還有健保的 還有文宣 當然文宣那個 你可以進到委員會之後 把它直接砍掉 就會不會滿足那個條件以後 就能夠下禮拜 就進到院會當中 開始準備復委到總預算 我覺得好像還沒有完全解開 只是來 現在導播 給大家看那個畫面有沒有 韓國瑜院長跟總統太院長 他們兩個見完面之後 或許就能找到一個折衷的方法 讓下個禮拜二的程序委員會 能夠將總預算 排到院會去做處理了 是 雅民怎麼看 首先第一個就是韓院長 在立法院裡面扮演的角色 越來越這個動見觀瞻 那你看這個行政院長 向韓院長喊話 或說向他請求 希望能夠把總預算 能夠順利的來復委審查 對 好 現在這個國民黨團 有一些對預算的意見 現在民眾黨團有一些意見 高金委員也有意見 那執政黨 比如說主席長 財政部長 你們有沒有一些這個方案 可以讓在野黨能夠信服 願意讓這個總預算 能夠進入審查程序 接下來韓院長要做的 就是這個事情 在野黨不會一直杯葛到明年 不會啦 最後的真正還是要進入到 委員會去嚴審 只是執政黨如果你寸步不讓 比如說剛剛講到一些 如果你不願意用資金 基金來支付 不願意幫這個原民的 這個禁法補償 給原住民的立委 有一種叫做 有解決問題的誠意的話 恐怕才會繼續卡關 好 再來今天晚上 我們給大家來看到的是 高雄市政壇出大事了嗎 委員帶我們來看到的是 國民黨的高雄市議員 黃少廷 現在被高雄地檢署 要來追查偵辦 涉及了福報 好幾百萬的助理費案 檢察官 帶回了黃少廷父母等17個人 哇 人很多一大棚喔 可是主角黃少廷 再一早搭了飛機 飛去廈門了 我們帶我們來看 這件事情 會不會壞了 我們前幾天還在關注的 柯智恩 身世大好 2026高雄正義帳 你怎麼觀察 好 今天要跟大家報警的觀眾朋友 那麼黃少廷事件 有一個合理 一個不合理 還有一個重大影響 第一個講合理 就是說因為黃少廷 他是在昨天早上7點的時候 就已經搭飛機去廈門了 所以你那時候 打他電話說要關機 坐火電機的時候 沒有關機嗎 所以7點的時候 他就飛走了 你整個搜索過程當中 七八點發動了嘛 那他人已經不在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時候 他不接電話是合理的 所以這個叫合理 那什麼叫不合理 就是當他知道了 他的爸爸媽媽 他的太太 還有他的助理師 七個人都被帶回去 這個調查局的時候 他應該要趕快回來 要關心 對 那他現在目前的說法是這樣 就是說 我就是按照圓蘭行程 我去廈門啊 一大早他的信箱離開 鄰居有看到 一趟早有處理 那可能五六點就走了 然後呢 他既然知道 廈門其實離台灣也很近 對 飛機就一小時就到了 對 第二個 這次已經過兩天第二天了 還沒有打算拿一個班機回來 對 他說如果有喬到機會就反台 好那觀眾朋友很簡單 黃紹廷他現在目前 如果他在這兩天 真的能夠趕快的 其實六日了嘛 六日應該有班機吧 馬上回來這事情應該就解決了 對 總是面對嘛 因為助理費安台灣 多少民意代表有問題 但如果 我只能講如果 因為我也沒有跟少廷聯絡上 如果他過了這兩天 到了下禮拜 到了下下禮拜 他真的都沒有再回來的話 那很可能就會 後續就會被當成謂罪潛逃 那當然少廷有時間錄這個影片 我剛剛就講一個合理一個不合理 合理的是他人是跑出去的 也沒有消失 如果到現在為止 還不知道黃少廷在哪裡 跑去巴西嗎 那就有鬼啦 對那麻煩了 所以已經知道人在廈門 而且是搭飛機出去的 也不是坐湯啊 又不是偷渡對不對 這個是合理的 但不合理一方是在於 都已經事情很大條 還留在 你也不能錄影片了 你真的沒有辦法搭飛機回來嗎 廈門應該回台灣的班機 你去喬一下 或者是你直接就飛到其他地方 上海回來 也都可以了對不對 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沒回來 這就不合理 但是我講 合理不合理 黃少廷現在出了這事以後 大家就把以前事情都挖出來 因為他以前 他在美國 待了很長時間 所以原本他有雙重國籍 可是他當了議員之後 還有雙重國籍才出現 先當議員才發現 所以他曾經被撤招到市議員的資格 曾經 那後來他處理好了 以後就繼續來當市議員 還有2011年的時候 曾經有發生過肇事逃逸 好觀眾朋友 這都十幾年前的事情 我們要談舊的事情 沒有那麼重要 現在這個狀況 我剛剛講的 如果黃少廷他就沒有回來呢 如果啦 回來就沒事啦 待會兒我再說 如果沒有回來的話 他傷到誰 傷到要選市長的柯志恩 他傷到他的支持者 傷到他爸媽的心 傷到柯志恩的選情 因為柯志恩跟黃少廷過去 你看雙紀官 他就死了啊 母雞在這裡 小雞在這裡 小雞浪槓 母雞命算 他光是被虧 如果沒有回來 萬一啦 那他就到2026之前 民進黨每天都怕一些 好啦 好了啦 把你的少廷找回來吧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 他又不是不熟 都是在 因為他是黨部主委耶 就算柯志恩他說 你們繼續洗地 我來洗頭他不怕 可是這個就會變成是一個 談資話題 蔡其他部隊 你知道嗎 國民黨的嗎 我開箱子 人工都跑掉了 這就會對柯志恩的選情有傷 不然你就已經破斧成舟 已經在高雄自產 給他投洗下去 2026就是非柯志恩來選 不可的情況之下 一個變數是黃少廷 第二個變數 拉個男人 我們今天看到誰 潘孟安啦 民進黨服出這個人 他會是終極最強的對手嗎 少廷的事情 如果沒有處理好 那叫內憂 對 他面對的是民進黨 有沒有強敵 那叫外患 但民進黨現在是堕得要命啊 一大堆人 林黛化 賴瑞隆 許智傑 許明春 邱毅營 還有黃傑 那不是說這些民調都輸柯志恩 都輸柯志恩 但是其實也輸不多 何況最後如果合成一組的話 柯志恩自己都講啊 我不會小看民進黨 畢竟現在執政的是誰 陳其邁啊 那我就問俊相哥啦 陳其邁有沒有 2026年10月25卸任以後 又要什麼 去賣黑臉嗎 去賣黑臉嗎 他可能要當行政院長 對不對 那當行政院長 有可能說 給高雄輸柯志恩 輸柯志恩 蘭麗一家親 我去當行政院長嗎 來 觀眾朋友 上次在桃園市當直下市市長 原本也需要當行政院長 鄭文燦 現在在哪裡 就在擔一審啊 好不好 這就當行政院長 如果輸掉高雄 陳其邁還有明天嗎 所以他一定是 電影跟出接 拼到來 都拎去 也要給他們 對 所以不管我剛剛講哪一個人出來 那如果這些人都不是呢 來了一個不但陳其邁 整個錢跟出接 賴清德還拼到黑暗的人 潘孟安 他們兩個怎麼贏的 其實現在有爆料說 為什麼潘孟安跟賴清德這麼好 第一個 潘孟安在選舉的時候 是賴清德總部最新人 這大家沒話講 為什麼會那麼接近呢 因為 其實 蔡英文在潘孟安屏中現場做完之後 好幾個位置給他選 都是部會首長以上的好客 以外 因為我們身體要選總統 我要來收聽 我現在選條 在地境 現在誰是總府秘書長 誰是任性委員會裡面的那個 附照巨人 誰是有可能的高雄市長人選 但是觀眾朋友是這樣 因為他們關係這麼好 賴清德如果指派他去 他就去了 賴清德如果要他不去 他也不會搶 應該是這樣講 一年來保護會 所以呢今天潘孟安他在 屏東現場的任內 確實表現不錯 總統又跟他關係很好 但是你和潘孟安都沒有任何的 這種狀況之下 就來的溫壓嗎 如果你硬塞潘孟安到高雄 那大家覺得說不服氣的話 那就不一定會團結 第二個 你之前在屏東這一次 我剛剛講台南 這個謝榮介跟 這個荒韋哲是差了不到5萬票 你知道周春米跟蘇俊全差多少票嗎 更近 差不到1萬票 還申請驗票 那也一樣 那為什麼 因為周春米被判案立體的狀況之下以後 蔡瑞熊跟鍾嘉賓 比拼啊 跨力表演嘛 那既然手放了跨力表演的時候 沒有團結的時候就會有影響出來 這是台南的狀況 跟高雄的狀況還有屏東 其實都是一樣 好 榮哥你待會兒我們來看到 黃紹婷他下午 最近當然PO了一個100秒的說 他會回來他沒有畏罪 這個就是國安長 2026高雄這一帳 你怎麼觀察 國安長 不管蘇法的部分 総理會的部分 大家看怎麼辦怎麼面對嘛 但是 以前他是先出門 他是先出門 他去搜索 有人 我要來跟你搜索 我先跟你通知說我要來搜索 沒有嘛 所以他出去 是合情合理 剛才有委員說 這是合理的 但你搜索就要說 開始釣營老物 釣左利 釣營老人 十幾個釣燈他們說 衛罪潛逃 你跟他倒兵說 所以他只發這個聲明 又不夠 實在說 會問不太少 你就坐對會問根口 就坐對會問 坐對金問就可以回來了 所以 應該他很快就回來了 因為他今天發聲明 快回來了問題 否則不是只 他跟高雄跟柯智恩 這算是國民黨人就會說他 你們國民黨 民進黨到特別匯的孫 你們都會寄 對不對 現在你們為什麼都沒有要說 手法是這樣 真心面對 有到沒有 這沒有什麼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炒成說黃少廷說趕快還他清白 但要還你清白 你不回來 他就不可能還你清白 要怎麼還你清白 說反面感覺 世大人過世 我們穿上去店主 你們兩個有好嗎 所以這是麻糬的 清白的 但是我們不關民進黨 反面我們要來選 高雄市已經要接近板上錠 而且就要 陳吉麥你呼算有成功嗎 呼算有成功做議長 呼算不成功做婦議長 這就夠嚴重 有一個人在單一審 好好 嚇死人 來 姚明你怎麼看 首先第一個 昨天我在碰到一個藍營的公子 他就講說前幾天他才跟黃少廷聯絡 因為要約這個週末的活動 黃少廷親口跟他說 禮拜四到禮拜天他在中國大陸 所以昨天他第一時間聽到黃少廷失蹤的時候 他說他有跟我講他要去中國大陸 只是他不知道他什麼理由 所以我想這個檢調 如果今天人家是本來就預訂好的行程 機票什麼時候訂的都一心二楚 所以如果今天他是比如說昨天一炸澡 衝到機場才買機票 那個才叫畏罪潛逃嘛 如果是早就預訂好的 本來預訂好的時間是禮拜天回來 而他禮拜天沒有回來 那個叫畏罪潛逃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接下來就看 這個案子怎麼辦 可是黃少廷犯了一個最大的錯就是什麼 他昨天他說他打電話給這個 陳辦的這個檢察官要或說陳辦的調查官 他說我人在中國大陸沒有辦法回來 那你要對你的選民交代啊 昨天新聞出來 都會講的一副好像他落跑了 那昨天這個聲明如果昨天晚上就發 效益不會這麼影響 尤其藍軍的朋友 很多像龍介兄 哇 昨天看到那個新聞毛毛的 真的會覺得 這樣我們高雄要怎麼選下去啦 所以我覺得黃少廷他這個動作確實慢了 那當然接下來他一定要回來 好好的對救司法的部分好好釐清 否則我講真的 柯智恩是未選先摔 賴吉德總統主持了 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第一場的會議 你現在看到的講結論 要打造40萬名利 今年12月就要進行兵推 明年要進行實際的地方演練 必要的時候人員要投入作戰 要貫徹賴總統備戰才能必戰 可是我們仔細看進去這一份任性委員會的顧問名單 曹新成 對 就是當初承諾要投入6億 給黑熊學院訓練300萬 黑熊勇士的曹新成董事長 難道所謂的全社會任性就是任之作戰打底 護臺保護臺灣要靠黑熊嗎 對現在黑熊來講真的是要上到戰場了嗎 上到檯面了嗎 好總統府弄了一個防衛任性委員會 這是賴總統上來之後弄了幾個委員會來講 重中之重 告訴大家我們要全民國防 可是開會之後大家看到了 這些委員好像都還蠻特別的 但是其中在整個會議過程當中 一直在強調的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聚焦認知作戰這些議題 然後還講出來了一個數字 這數字要40萬名利 這40萬的名利大家就想到說到底什麼意思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我們的兵員已經不夠了 所以我們的阿兵跟我們的子弟 疫情已經延長了 那你這40萬要怎麼來呢 可是呢他們已經想得很開心了 如果接下來的話40萬名利有辦法拿到的話 要配合漢光演習 配合漢光演習什麼意思 你兵推的時候就要把這40萬名利給注下去 等等所以40萬名利你要怎麼檢討出來啊 對我根本還不知道兵員 你就在兵推的時候把這40萬來下去 你以為這是打電動嗎 所以呢大家知道說你這個細項計畫 你把它想得太樂觀了 你沒有想到說你到最後 如果你的兵員根本不夠你怎麼來 還有一個重點 你現在有個防衛任性委員會 你有一個40萬的名利 所以不管他兵員怎麼來 你到時候真的是東湊西湊 一擊民防 全部給你咬咬下去 全部把它擠出40萬之後呢 你先想看你的全民防衛 到時候如果真的有戰情發生 戰事發生你要聽誰的 對我強順一想 你要聽誰的 我是要聽這個任性委員會的 對 還是要聽國防部的 現在來說你根本不知道 第一個兵員怎麼來 就算真的拿到兵員了 有這40萬 如果真的有意見的話 這個是兵家大忌耶 你到時候難道要分成兩個陸軍嗎 你那要有第二陸軍嗎 你這個40萬 你到時候是不是不會 你到底要不要併進來 你不併進來 你就是第二陸軍 那到時候你是聽 聽這個國防部的 還是聽這個委員會的 還是這個委員會 就是國防部的頂頭上司 那你這個仗到底要怎麼打 還有其中裡面 大家看到一個很特別的老曹 曹新成來了 曹新成他是怎麼紅的 他就是說我要捐錢 然後我用黑熊學院 然後這位是沈柏陽委員 你有曹新成來之後 大家就在想說 你這個旗幟非常的鮮明 就有藍尾就講說 難道這是邁向台獨的委員會 老曹的事情 大家都印象非常的深刻 穿著防彈背心開記者會 你說他顯擺也好 你說他作秀也好 至少他有拿到了這個麥克風 之後很多的鏡頭 告訴大家要喊30億 然後加強抗中 其中10億用來訓練 300萬名黑熊勇士 和30萬名的寶箱神社 現在勇士出來了沒 還不知道在哪裡 寶箱神社那時候就被檢討了 我們不是美國 你要有訓練他的這個 槍枝的射擊 你要去跟軍方 去跟警方談 可是這都是口號 到最後來講 你這個神社 你連工具都沒有 連武器都沒有 你要射什麼 喊口號是一回事 實際上你有沒有真正 進入你的靈魂 真的全民防衛 又是另外一回事 來第二張圖 你就看得很清楚 我們就問 今天你那個顧問名單一看 哇 赫然發現 曹新城在裡頭 大家第二個疑問就會變成 難道你這個所謂的 任性委員會 只是在同溫層裡面 搞認知作戰嗎 對 你看到在一字排開 大家笑得非常開心 比戰之後 你可以看到說 真的是蠻多元的 有比丘 有陳俊濟這個農業的 所以你現在搞不太清楚 然後還有全年的老闆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難道這些都有國防專業嗎 難道這些人 如果真的他們會議的決策 是有執行力的 我們的國防部 我們的參謀總長 是要聽他們的嗎 我們不是說 比丘或是 仁俊濟的農業專長不好 只是你這個 來講真的太跳痛了 你這個到底跟國防 我們講一句話 是不是有一點 連不上線了 剛提到了 就是一個是曹新城 對 一個沈柏陽 這個沈柏陽 哇 話題性可十足了 對 居然連他跟黑悟空 都能牽上線 到底誰在蹭誰啊 我們來講一下委員會裡面有三大亮點 有吳英農特戰男神 他那時候很帥嘛對不對 然後黑熊學院有曹新城 還有沈柏陽 沈柏陽最近有一個發言 他後來越來越解釋越黑 我真的搞不懂他在講什麼 第一個他就在講這個黑神話悟空 是不是有認知作戰 是不是有統戰的一個陰謀 裡面大家還看到一件事情 第一關是黑熊經 然後呢 他就想說 這個不是針對性 可是我要告訴沈大委員 你要去看一下原作 這個原作裡面 他的第一關本來就是黑熊 所以呢 他跟你沒有關係 這個是忠於原作的一個關卡 所以你講這個東西 其實讓我想到誰 陳歐珀 歐珀委員 他以前不是講說 歐珀那個手機 是不是要蹭他 是不是要給他這個權力金 其實沈柏陽現在也遇到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你去蹭這個黑神話悟空來說的話 網友只會覺得說 沈柏陽 你是不是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第二個人 當然就是你剛剛提到的吳一農 吳一農是這一次委員會裡面的 任性委員會的委員之一 可是你要跟我強調 全民軍備 全民軍防 夠 你連拿個槍擺盤 你都不會 其實吳一農 那時候從國外回來的時候呢 他就叫特戰男神 他一直希望在國防外交上面有所掌握 所以呢 他那個時候常常做一個研討會 找了一些國防專家來 可是他那個時候推出來的一些政策 連他們自己黨內都反對 所以呢 他慢慢的就沒有在 這個人設上面多著力 好 你現在吳一農 你現在是這個任性委員會 這個全民任性委員會裡面的一個成員 可是呢 你看一下 曾經擺拍的時候 這是什麼 這個叫做 瞄準鏡 可是你在擺拍的時候 你瞄準鏡都專訪了 專訪的情況之下的話 大家網友 其實很多軍事迷就在笑 你是會還是不會 你不要說開槍 不要說作戰 你連這個器材設備怎麼用 都不知道 那吳一農在這件事情上面 是有點浪慘的 更奇怪的一件事情是說 新竹市的民政署處長 施主廷 這個畫面大家就看出來 問題在哪裡了 這是今天的照片 大家來找 調查 問題在哪裡 這是一個步槍 步槍我們當過兵都知道 你這個槍托你要放在哪裡 要放在你的肩膀的旁邊 為什麼 因為你開槍的時候 會有後座力 所以你需要你強韌的臂膀 把這後座力把金槍頭頂掉 所以你這個時候才會穩 可是我很想想看 你後面有那麼多的幕僚 你後面還有軍職人員在 結果這民政署處長 你這個擺拍的畫面 你竟然把這把槍當成什麼 當成是一個斧頭嗎 你把他扛在肩膀上面 我真的想說 如果真的有一天需要開槍的話 這個動作一開下去的話 他這邊大概就會骨折了 就會粉碎性骨折 因為後座力是非常強的 所以你前面講得這麼好聽 你要怎麼樣 40萬的兵力 雖然我們不知道在哪裡 我們要全民作戰 可是你看 擺拍連擺拍都不會 那你這個東西來說的話 就讓人家懷疑 你是不是到最後 還只是喊口號而已 雨萱你帶我們來看到 這第一場的任性委員會的會議 開完了也給出了結論跟做法 展現了什麼任性 挺好的嘛 因為他40萬 我跟你講他也不用費力啊 他只是要看 要掛在誰的名上而已嘛 你知道嗎 比如說消防局 易消啊 易警啊 老師啊 隨便 反正他就是去湊嘛 他想辦法把那個40萬湊出來啊 我跟你講搞不好有人都已經變成 黑熊兵他自己也不知道 變成40萬民兵他也不知道 我被黑熊了 對啊他可以這樣幹啊 他也打算這樣幹 你要仔細聽劉四方的說法 劉四方的說法就是說 反正我們會想盡辦法 把這個40萬給湊齊 是 不然我會不會講啦 哪種憑空伸出40萬啊 沒有這種能力嘛 再來第二件事情我問你 這40萬人會不會拿槍 會不會 不知道耶 BB槍不算 那你說那種 黑槍 那種我們講 噴那也沒算 你自己本來有槍就不算 七彈槍也不算 不可能嘛 那就是後勤補給嘛 他就作為戰略後勤補給使用了嘛 他只是一個我們講的 我訪問你一個問題的君翔哥 他到底是真的要拿來打仗 還是要做文宣效果 來翻到下一張嘛 好下一張我們看看 趙英辰不管他嘛 吳一農他這個叫做是幹嘛的 他擺拍用了嘛 對不對 吳一農就是好看嘛 帥嘛 抗中保台嘛 但我請問一下 理論上來講啦 全民任性防衛委委員會 40萬民兵是要對誰的 對來犯的共軍啊 對共產黨 那你知道他們現在搞的一出 是要對誰嗎 對誰 對國民黨了嘛 為什麼咧 對國民黨是內宣嘛 對內宣傳 那不是真的要對外面打啊 他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不支持我們 你如果不加入我們 你看喔 我們是什麼 抗中保台 我們愛台灣 我們是黑熊 黑熊 非常厲害 黑熊 厲害 黑熊 對不對 你看國民黨會不會支持 國民黨就吐槽嘛 吐槽的時候你看你看 你就是賣台 你站在共產黨那邊 搞這一套嘛 這真的我跟你講第一啦 會不會真的發生戰爭 因為我們剛才看我一個標題 我就笑出來說 會逼共軍哦 來打台灣嗎 不會啦 共軍看了之後放一天假 太好笑了嘛 幽默嘛 對不對 大家不用那麼勤著練習 再第二件事情 什麼樣到底幹嘛的 什麼樣根本不是重點 大家一個把重點放在那裡 其實不是 他就是誰 曹新神的後話嘛 那為什麼曹新神 可能可以這樣呼風喚雨 可以在那邊講東講西的 因為理由很簡單啊 他是Sugar Daddy啊 他有錢啊 他可以提供相關的預算 提供相關的offer啊 否則什麼樣一點都不重要 龍哥 怎麼看看這一場任性委員會 警消易警易消 當你的赤箏飛彈擺在拍手的時候 那到時候真的動員了 那戰事發生 那警察是要挑聽警政署長的 還是要聽國王部長的 對齁 然後還有你的委員啊 委員會 那你說部隊是要聽委員會 當然一定是聽國王部的嘛 戰爭的時候 誰兵權在誰的手上 真的是要拿槍捍衛 保疆衛土的 現在就是說 我覺得他們這一群人 軍事概念 坦白講 這種課程跟這種規劃 應該找國民黨去當顧問 國民黨一路走來 從軍中退下來了 包括黃沐欣的這一些人 基本上他是有 戰略戰術修養的 所以他們是真正能夠認為說 兩岸如果真的在 不對稱的狀況之下 發生了 那可以做一些基本什麼 我看他們課程有 排到一個逃難課 這個是對士氣莫大的打擊 如果說你今天是說 我們要準備40萬人 那提振士氣可以 事實不是 你第一個就是說 發生的時候 你背包要怎麼背 你沒有要塞什麼東西 乾糧或怎麼樣 那怎麼跑 跑到哪裡去 這對站在第一線的人情何以堪呢 對不對 我們當年 我那陸戰隊是真的 手榴彈也是實彈 機槍還有步槍都是實彈 而且真的震撼教育就是在你的 子彈就是在你的頭上飛過去 那實彈啊 手榴彈是真的實彈 那個算小規模啦 我一個二十人當歲的年輕人都會剩下了 那就不要再講說這些什麼異消異警 所以這個是很殘忍的 面對事實啊 那我說你們 記得穿著你一個宋教杖 就好 來 我們要有論性 各位要了解 日內外公也講得很清楚 那五十三條就是說 宗教信仰中心 你不能成為軍事用途 當你成為軍事用途的時候 國際法就不保護你 那一般我們發生戰爭的時候 第一個 教堂 宮廟 你可以去躲 學校 醫院 可是當你把這個 派出所有次政會彈 你就變成軍事目標了 宮廟你有炸彈 囤積炸彈 教堂也有 我跟你講那我們教會這些弟兄姊妹 你第一時間跑到教堂 那是最危險的地方 因為你已經成為軍事攻擊的目標 而且已經不再受國際法的保護 我跟你講 為什麼宮廟跳出來反對的時候 現在轉到哪裡去 教會 不是有一千三百間長老教會要 要參與嗎 都很熱情啊 如果你們只是為了一個爽 台灣要獨立 然後你現在要做什麼 我都支持你 我跟你講 這個國安部為什麼會坦誠 講這些話 因為我剛剛講了 他們是真正有戰略戰術 還有一個國際法 戰爭法 我跟你講這些他們都有說過 極緻的訓練的 所以不要小看這個 避免擦槍著火 提振士氣 我支持你 但是務實的交流 才可以避免擦槍著火 搶救國旅 全台灣大家等著看 交通部新任部長怎麼開解方 結果我們就看到了 陳世凱部長首次的立院備詢 立委追問72億打造的 智慧運輸系統 成效好不好 陳世凱答不出來 頻頻恢復 我以為你可以跟我指教 讓大家也很擔心 搶救國旅 這麼十萬火急的事情 大家要等交通部長上軌道 要等多久的時間 才能對症下藥呢 對沒錯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交通部 是個非常重要的部會 不但他預算非常大 而且他管的這個 這個業務是相當相當的繁雜 那當然大家對於 我們新任的這個交通部長 陳世凱呢 第一次的這個所謂質詢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的注意 那他就遇上了這個黃國昌 在26號遇上黃國昌 黃國昌就來質詢他 那當然黃國昌一定是會 好好的修理他嘛 那是很正常的 好那他就問他說 那我們這個交通部 目前在推這個所謂 智慧型的這個運輸系統 ITS成效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似乎是陳世凱沒有準備好 他說他手邊沒有這個資料 他說等我回去了解再了解 那他說請委員 你給我指教一下這個狀況 那黃國昌就跟他說 欸 指教你什麼 他說你們花了氣勢而已 那指教什麼 你到底是你部長還是我部長 你說我指教什麼這樣的狀況 所以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陳世凱的確 似乎是還是準備不夠的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我們說交通部非常重要 因為除了這個交通部所推行的 相關的這個政策之外 因為最近啊 因為台中市的這個行人問題 被大家討論到 那這個行人問題來說 大家都說 欸 我們過去在前任交通部長時代 就說我們要洗刷這個 行人地獄的這個惡名嘛 所以有非常多政策 那結果人家就問他說 那你這個9月5號 第一次的這個記者會的時候就說 欸 那對行人死亡率要增加 要怎麼解決 結果他就說要增加見景率 增加見景率就是說你要有警察在路邊嘛 警察路邊來說的話 這個可能大家看到警察之後就會害怕 那這個結果沒想到他這樣一出之後 基層員警就炸鍋 我們知道其實警員來說的話 其實業務也非常繁雜 要這個治安 然後你要去顧交通 這個好像有一點太過忙累的這個感覺嘛 然後這個員警就有人批評說 這個這種做法是沒有這個專業 那只會甩鍋 他說交通部主管的交通工程裡面來說 他們就認為說 科技執法比警察站剛更有效 那你還不用 那可能會造成所謂警民對立的一個狀況 所以看起來的話 實際上可以用很多科技方法去解決問題 你不要老是用這種的減警率 用這種人率去解決這個交通的這個問題嘛 好我們現在看到陳世凱他上任的第一時間 很多人都說為什麼會是他 他過去有過交通專業嗎 有過相關背景嗎 你在搭配他的立願初體驗 對 是不是更加劇了大家對他的這種疑慮 或者是憂心 那問題是國旅在現在的這個當下 我們討論的此刻 對 他已經是搶救10萬火機 不能等了 對沒錯 事實際上陳世凱被宣佈說要擔任交通部長的時候 大家都有一點點驚訝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過去其實沒有太多跟交通相關的這個經歷 王文威第一個時間就說 陳世凱你沒有交通背景 然後沒有行政經驗 他認為說會是交通界的這個大災難 那甚至還有一個立委 他沒有不願意現身 他就說什麼 他說陳世凱只有議員的這個資歷 那議員資歷就是台中議員資歷 那立委選舉也沒有選上 那後來就進入了賴清德的團隊裡面 擔任過這個發言人 那他深受賴清德的這個賞識 賴清德還曾經說 我們未來需要這個年輕人出來承擔 把陳世凱誇了一頓 但是因為 我們必須說 他當發言人或許是OK的 那如果你欣賞他也是OK 可是因為交通業務 我認為是比較專業性一點 你要有點專業來擔任 那人家就我們那比 這個當時立委 綠營的立委就是說 可能會成為一個破口 因為他是唯一一個新任部長 這樣可能就會變成是 立法委員要修理的一個對象 好 師兄 當然我們來看到 國旅搶救是我們今天晚上 最關心的一個議題之一 在國旅的最新現場 今天已經演變到了 如果今天交通部要給出藥方 但是我們還沒等到的情況之下 最後搶救國旅只剩一支麥克風 一把剪刀了嗎 對沒錯我們就講嘛 實際上國旅來說 這也是隸屬於交通部的範圍裡面 那你要怎麼去搶救 因為國旅是跟我們內需產業 都有非常大的關係 問題是現在好像是中央 比較拿不出政策 地方是想辦法 那你譬如說像 從之前的五月天說要去東部演唱會 那另外一個台東又宣布 11月9號到10號舉行 出發吧來台東演唱會 那卡司裡面包括說像 動力火車 盧廣仲 這個謝金燕等等的預告 還有什麼大咖未來 所以看起來的話 只能夠用所謂的 這個演唱會來救國旅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辦法 我們政府一定要拿出相關的對策 為什麼呢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政府可能都要強推 所謂的新南向觀光 就是說鼓勵新南向的人 來台灣觀光 那的確啦 是新南向的人真的來了 但是我們以這個 因為你要這個評估 這個到底有沒有功效的話 還是用他們的花費 那我們去年來台灣觀光的 這個旅客來說 支出是2698億 大概約莫是疫情前的六成左右 我們必須說啦 事實上以目前為止向日本 日本老早就已經翻閱過疫情的水準 很多國家都已經把這個觀光 視為是疫後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都翻閱過了這個疫情的水準 但是我們沒有嘛 難道要平一個麥克風嗎 就是演唱會嗎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剪刀 為什麼是剪刀啊 對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最近在網路上面來說 很多人都分享這個 你看 他這個是分享什麼 台灣拿回來的這個神仙文具 這個是很多人在 這麼厲害 很多人在中國的小紅書上面分享 那事實上不是只有中國的小紅書上面 有人分享 連日本韓國人也是很多人分享 你只要去日本的 或是韓國的旅遊部落客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來買這個文具 這文具是我們台北的一家這個文具行 它是夫妻經營的 他們就有點像是 文青的這個文具公司 然後第一個他們就是 他們這個剪刀設計得非常好剪 而且好用度非常多 所以就有人說 那我們反正下飛機 就先去拿這個文具店買這個剪刀 那你看這個 在日本還有韓國來說 他們Google的評價是700折 然後評論是4.7顆星 所以是相當好 可是問題是這種都是點面 就是說你只有唱歌 或是說只有一個文具 或是很多人會來買什麼小吃 買什麼一大堆 但是問題是沒有好的地方 我們反而是要交通部 或是要我們的陸委會 能夠提出更多的政策 你要從政策面來就才是 不是只有靠一點點一點點的小火花 這樣是沒辦法救起整個 我們的觀光業往下滑落的一個狀況 楊明搶救國旅的總舵手陳世凱 交通部長 你怎麼看他的國會出登場 他在這個委員會 不只是這個黃國昌問他 疑問三不知 居相哥 來我問你 這個是誰 這個誰 這個是你一看 你應該看出來了吧 李多惠 李多惠啊 對不對 你看了你也看出來了嘛 對 對不對 我跟你講昨天 羅志強委員 他秀出在國會 在交通委員會 秀出這一張 李多惠騎機車的照片 對 羅志強強哥他要問的是說 外國人在台灣的 機車通勤的 造勢率的問題 結果他第一個問題就說 欸部長 你知不知道這個是誰 然後那個 呃 這個陳世凱看著這個螢幕 呃 不知道 結果呢 強哥很好 很貼心 他說 他說 欸部長我給你提示一下 韓國籍的啦啦隊 呃 是那個李多惠 才想起來 但是因為 強哥不是要刁難部長 但是我覺得 如果今天連 李多惠 李多惠這個事情 他還上過一些 這個社會新聞版面 為什麼 因為有網友發現他 騎車有點交通違規的感覺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的部長 在接地氣的部分 可能 有一點 這個與民眾有一點落差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些 你問 呃 剛上任 不久 還有這個所謂的試 那個叫試驗期 還在暖期的階段 就是暖 那個你要講蜜月期也好 或是說這種叫做 大家觀察期 可是呢 像旅宿業今天 有一個這個人力銀行 他就公佈了 他詢問台灣的觀光旅宿的業者 說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有超過五成的業者說 業績衰退 這個事情大條啊 為什麼 光光是台灣的命脈啊 這些旅宿業的通通感受不到今年上半年的好處 好 那接下來 他繼續問 業績平均退步超過兩成啊 這是很大幅度喔 而且呢 花東地區的業者 退步超過八成業績耶 對花東業者來講 當然我們知道 受到地震的影響 而主要這些業者認為 什麼原因影響了國旅 第一個叫旅遊意願的改變 當然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們台灣民眾 我們已經不想留在國內玩了 對 通通出國了 是 這個比例最高 再來第二個 天災影響 所以改變旅遊地點 第三個是什麼 國際客減少 是 我們自己人不過濾 外國人也不來 然後又有天災 你說你叫這些業者怎麼辦 所以你說 腰就腰到要害死了 所以大家聽說 你交通部長 給我們賞幾口飯吃的時候 還有多久時間等陳世凱 讓他可以暖氣夠了 流入順順的開出去 要快啊 要無縫接軌啊 沒錯 所以呢 陳世凱組長 趕快拿出你在台中市議員 那個趕快苦名鎖服那種感覺 現在趕快趕快的就定位 拿出具體的辦法來就光光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向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最終李些人 說 Nancy NHS 咖啡 街燈 拍照